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这个种子选手呢在试行会上表现如何 他的诞生以及未来的发展究竟有着怎样的意义呢 欢迎来到成都 我现在所在的是世界航线发展大会的现场 在这里有来自全世界各地的航空公司和机场的代表们 而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区域呢是满满的成都元素 这其中最亮眼的要属成都的第二机场 天府国际机场 这个外形类似太空堡垒的家伙就是建设中的成都第二机场 天府国际机场的示意图 在为期四天的试行会上 以成都天府国际机场造型为主体结构的成都展台 加上憨太可居的国宝熊猫 甜美可爱的四川空姐 让全球110个国家的230余家航空公司 470余家机场 80余家旅游机构和3000多名代表 感受到浓浓的成都味道 成都的近几年来呢发展得非常迅速 不管在旅游呢在商务方面呢都是增长得非常快 所以呢有第二个机场呢就让有更多的 那个航空公司可以增加新的航班 作为参加世界航线大会的种子选手 成都天府国际机场在亮相之初 就已经是万众瞩目 今年5月27日 总投资718.6亿元的成都天府国际机场 正式开工建设 四年后成都将成为继北京上海之后 中国第三个中西部首个拥有两个机场的城市 届时成都第二机场的旅客输送能力 可达到每年8000万人次 作为种子选手 实力超群的天府国际机场 将有助于成都打造国家中心城市和国际化大都市 而它的第一步是从设计师的图纸中卖出来的 它一定会称赞成都这个城市的旗帜 和成都人文特征 机场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交通建筑 我们希望它是个城市中华体 今年上半年 由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联合体设计的 成都新机场总体规划 及航站楼方案 最终从来自全球六大方案中脱颖而出 邱小勇和刘毅作为主要设计师 联合打造了人们眼中的太空堡垒航站楼 它不仅造型前卫 还融合了古术文化中的金沙面具 太阳神鸟等元素无比炫酷 太阳神鸟是从成都出土的 并且是不胜的野链技术的代表 我们用太阳神鸟作为航站楼的一个标志 主要是想把古代人对非天母和现代的高科技艺术 结合到的气域 涌入到整个航站楼设计头来传承我们的古术文化 第二机场分为南北两个航站区 两个区域又各含两座航站楼 一共形成四个航站楼组成的航站楼群 其造型构思来源于金沙太阳神鸟的传说 根据四只太阳神鸟的形状 将其变形成为抽象的鸟形航站楼 仿若四只驼日飞翔的神鸟 寓意着古术文明在成都平原上 历经三千余年的延续 我们现在采用的是一个单元式的方式 就是把一个巨型航站楼 一拆为二变成T1T2两个航站楼 那么每一个航站楼的规模尺度 都控制在一个比较始终的一个范围 这样的话我们在一个三十万平米的 一个航站楼里面 就可以让人的体验更加舒适 刘毅说 这种单元式航站楼构型 是在中国国内首次采用 在全世界也处于领先位置 它不仅能够缩短乘客从公共交通系统 到登机的步行时间 而且旅客不容易迷路 这种单元式手拉手的模式 充分考虑了旅客的便利性 在未来一二三四四座航站楼之间 我们设计了一个APM的快捷系统 能够让旅客在四座航站楼之间 有一个更方便的一个换场 这个APM系统是一种无人自动驾驶的 大众运输系统 类似于地铁 可以实现四个航站楼之间的无缝换乘 作为先进的短距离连接系统 目前中国仅首都机场采用了这种系统 高科技的使用还不仅如此 第二机场还将大量利用新建筑材料 光伏发电 雨水收集 处理和循环再利用等技术 建设一个低碳 节约 可持续发展的机场 可以说 一座领先时代 引领未来的新机场 即将呈现在大家眼前 如果说天赋国际机场 是代表成都初战试航会的种子选手 那么四川机场集团就是它的教练 作为第二机场的业主方 他们在第二机场上投注了更多的信心和希望 新机场启用之后 现有的双流国际机场 我们就侧重于国内航班为主 天赋新机场那块 就是承担起国际航班的一个重任 然后和国际航班相衔接配套的一些国内航班 站在四川机场集团的角度来看 双流机场和天赋国际机场 都是它最优秀的选手 成绩也是越来越好 双流机场诞生于1938年 成都电视台在1995年 报道了题为双流机场年课流量 突破300万人次的新闻 第一次提到了双流机场的年课流量 进入新世纪以后 双流机场的年课流量增速更加迅猛 即2004年突破1000万人次 2009年突破2000万人次 2012年突破3000万人次以后 在2015年底又突破了4000万人次的大关 成都的机场现在已经成为 全世界客流量增速最快的机场之一 为了应对未来更多人对航空市场的需求 天府国际机场应运而生 从建设到运营 各项工作有条不紊 我们现在双流机场的这个现有员工 大约是一万多人 那么我们会可能赋予出 或者腾出一部分人员 到这个天府新机场去 然后天府新机场之前储备的 或招就是新聘招聘的一些员工 然后再補上去 成都第二机场和双流机场一样 定位于世界最顶级民用机场4F级 这意味着可以起降各种大型飞机 飞机翼展可达65米以上 能保障全重达560吨的空中客车 A380飞机起降 按照机场初期工程设计 第二机场2025年实现旅客吞吐量 4000万人次 货油吞吐量70万吨 和飞机起降量32万架次的目标设计 远期能满足每年9000万人次的 旅客吞吐需求 成为世界上旅客吞吐量 最大的机场之一 目前建设中的第二机场 还是一块大工地 但人们不能否认 这里即将崛起一座新的航空城 无数的机会 以及无数的绝经者 都将会来到这里 形成凌空经济的热潮 凌空经济区将以凌空高新技术 凌空现代服务为主 所带动的经济规模不可估量 成都天赋国际机场 凌空经济区用地规模 约400平方公里 人口规模将达到约280万人 面对航空产业这块大蛋糕 有准备的人已经准备好了餐刀和盘子 天赋机场的开通 这对于扩大成都整个不管是国际还是国内 航线网络的建设和民众的出行 商务的活动的频繁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是有非常大的发展机遇的 四川航空是以成都作为基地的航空公司 他们密切关注着天赋国际机场的动向 这个机场的诞生 无疑将为以成都作为基地的航空公司 带来更广阔的航空市场 所以我们在9月49号公司30周年庆的时候 已经确定引进四架空客A350飞机 也是为了契合这个二机场的一个建设 契合我们未来国际航线的一个发展 就在这届试航会上 成都更是与六家航空公司 新签了九条国际航线 加上第二机场的建设 越来越多的航空公司以及机场集团 向成都投来关注的目光 在世界航线发展大会的现场 也能看到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的身影 而这个机场与成都机场有着利切的关系 我现在是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这是上海继虹桥机场之后的第二座机场 从1999年投入使用到现在短短十几年期间 浦东机场的旅客量已经突破了6000万人次 探寻上海浦东机场的发展现状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窥见成都第二座机场发展的未来 所以整个浦东机场现在发展的趋势应该说 这个应该说当初如果没有这两个机场 如果仅仅在虹桥机场扩建的话 那么现在的这个上海航空对上海经济的制约影响 就会作为很重要的一个瓶颈 浦东机场是上海两大国际机场之一 距上海市中心约30公里 到目前为止 浦东机场已经突破了6000万人次的客流量 不仅拉动了整个城市经济的发展 也满足了长三角地区城市经济的发展 我们浦东机场 仅我们机场相关的企业 为浦东京区贡献的利税 税收我们大概差不多在 每年大概在30亿左右 所以我们相信成都有两个机场 它一定有很多的经济 人文各方面作为它的存在的一个基础 我们相信它的发展肯定会非常好 200年前海洋连接世界 100年前铁路通向远方 当下天空拥抱全球 不靠海还还山的成都 借力天空建设双机场 举办世界航线发展大会 通过航线的交织 成都正走向世界 成都天府国际机场 将同双流机场一起作为种子选手 奋力奔跑 携手共进 初步构建中国内陆的开放高地 以机场为原心 通过内圈小型机场城的建设 与外圈大型航空城的发展 实现机场与凌空产业的良性互动 真正成为再造一个产业成都的重要引擎 为加速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